四個比較重要類型的神經教細胞 徐旺細胞 就是周圍神經裡面非常常出現作為水槍的細胞 徐旺細胞其實也可以出現在那個中疏神經裡面 那比例基本上比較低 然後心情教細胞我們講過 心情教細胞基本上就是一個邪腦淋上 心情教細胞形成血腦屏障一個非常重要的神經教細胞 那血腦屏障的概念是說 我如果今天是在神經元的運作 在神經元的運作跟血液環境的變化當中 然後需要有一道那個阻礙或者是障礙的時候 那那個 然後 心情教細胞的角色它剛好是介於這兩個區域之間 所以像血液的比較麻煩的那個酸鹼的變化 它不只是酸鹼的問題 因為它還有帶電 然後神經元的運作基本上是用電解質的流動 所以它就形成這樣一個阻隔的這個效應 然後避免神經元在傳達訊息的這個過程當中 受到血液環境變化的這個干擾 所以就把這個概念叫做血腦屏障 所以血腦屏障 因為這個詞看起來就很像 假設我們去做腦部的這個切片的話 然後可能會看到那個神經元旁邊 有一道類似圍牆之類的一個界線之類的 不是 它是指那個神經教細胞在這個地方的角色 可以形成一個障礙 然後接下來那個寡徒教細胞的話 那個寡徒是指很多凸起物的意思 然後它的特性就是 有一點類似神經元 然後每一個凸起物 它每一個凸起物呢 這邊出去之後 然後它就開始捲捲捲 然後把那個 神經纖維給它捲起來 所以這邊呢 它每一個凸起物都可以去包一條神經纖維 所以它一個細胞就可以形成很多個水槽 所以這是它特殊性的地方 好 然後所以跟許旺細胞 一個細胞就只能形成一個水槽 很不同 那個寡徒教細胞的話 一個細胞可以形成多個水槽 那個這個在那個比較複雜的 這種神經元的連結的時候 這個有它的方便的地方 好 微小教細胞我們講過的就是 它是一個防禦的角色 視同為神經系統自己的巨式細胞 然後所以當神經系統有入侵物的 它可以去做吞噬這個動作 OK 所以吞噬這個動作第幾道方便 吞噬第二道方便 免疫那個地方呢 我幫你們複習到了沒 免疫那個地方 我可能要拖到11月底還是12月底 才有機會講到 可是這邊在學測上不必要留意 因為應該是蠻好出題的 好 所以有關細胞的組成構造面就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要談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了 好 就是神經元基本上它在傳達訊息的時候 是利用磨電位的改變 所以要先談磨電位這個現象 好 細胞可以帶電這件事情其實不算是稀奇 因為你如果從細胞當中 細胞當中水最多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是融與水的各種有機物跟無機物 對不對 那無機物裡面的話 我們以前就擠到那個兩離子的前三離子 然後濾離子常常跟著那離子一起跑 那你可能還會出現像磷酸跟硫酸跟碳酸跟 碳酸氫跟等等 看到這是無機物的部分 有機物的部分的話 像氨基酸 像氨基酸其他點點的有酸這個字眼的 應該可以看到這個字因為很重要 好 連帶的有氨基酸型腸的蛋白質 其他的脂肪酸這些我們暫時比較不用考慮 因為脂肪酸相對來說比較弱 我們去比較強的那些 這些物質基本上如果在整個細胞脂這個環境當中 假設考慮到細胞脂的環境接近弱減的條件之下的話 那這個時候氨基酸跟蛋白質這個部分 它會比較明顯是呈現單負點的 所以細胞裡面會帶電的物質其實很多 在移水這個基本環境之下 使用性的東西一般像維生素你就可以比較不用考慮 它在電腹的表現上也會比較差 然後當然它有一些像那個核幹酸 這個也可以考慮進來 可是核幹酸相對來說它的量會比較有限一點 所以我們拿細胞脂當中有機物裡面 它佔有比例最高的蛋白質或蛋白質的組成 氨基酸來看的話 如果細胞脂這個環境比較偏向弱減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細胞裡面的負電 因為所有溶質當中有機物當中蛋白質就是最多的 對不對 所以再加上無機物裡面也有一些帶負電的物質 然後當然你有很多帶正電的 所以假設在這個空間裡面 這些正負電都會相互抵消 那到底整個細胞當中它會呈現的是正電比較多 還是負電比較多 那這個應該就是一個可以探討的 那這個應該就是一個可以探討的 對 對 所以通常我們在探討就是說 物質進出細胞 物質要進出細胞 比如說當你要考慮 細胞想要攝取氨基酸這個兩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個比較有趣的情況 就是說除非你現在氨基酸解說解好了 好 氨基酸的英文說寫 對於細胞想要攝取氨基酸來講 OK第一個考慮它是有機物 所以不是便利擴散就是主動運輸 對不對 當然我們可能想要偷一點這個能量 省一點能量 所以最好的情況是說 因為細胞外的氨基酸總度如果比較高 相對來講細胞內的裡面氨基酸總度比較低 對不對所以這時候也許我們可以從變化在這條路線上 對吧 可是我們講過去很多情況 其實細胞外的氨基酸 大家不會永遠都是那麼理想的 對 勢必利用那個什麼 因為細胞外 氨基酸濃度低於細胞內相對反而比較多 可是 相對是比較多 可是還是需要氧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好像還是得動用到主動運輸的可能性 好 所以要考慮到 細胞雖然擁有這麼多的東西 有些東西事實上它的濃度還比外面高 可是細胞要留住這些氧分 它不會輕易的讓它往外跑 好 那我們以前談到的其實都只是溶脂粉質的濃度問題 接下來呢 再去把這個電的問題加進來之後 整個狀況就更複雜了 好 細胞膜上面呢 有三個很重要的蛋白質 在我們現在要討論的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那通道 好 這個名詞應該可以知道 這個是一個參與那離子願令擴散的管道 然後另外一個是甲通道 就是參與甲離子願令擴散的管道 因為通道只參與願令擴散 所以這比較安全的一點點 好所以這兩個呢 通道只有一個問題 通道的門打開 OK 那或甲就可以流動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通道關閉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主持這個肚子 在細胞中進行處處 好 所以這還算簡單一點點 接下來有一個我們以前講過的很重要的運輸蛋白 叫做那甲棒 OK 那兩萬古有一個運作的一個特質 就是它會把那丟出去 然後呢 會把甲丟進來 OK 那丟出那的時候呢 它每一個批次基本上會丟出三個那 然後丟回來兩個甲 所以那離子 當然是細胞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 可是對細胞來說 事實上那離子對它來講 放的地方反而主要不是在細胞子當中 而是放在細胞外的那個空間 好 那再加上這些其他的因離子 比如說綠離子有時候會跟著跑 好 所以當細胞開始把這些帶電的物質 尤其是這些電解質 因為有機物的部分 細胞通常不會讓它流失 那無機物的部分的話呢 像這些洋離子呢 細胞似乎有刻意 要去讓它在細胞的內外做一個分配 所以等到細胞重新把這些電解質分配之後呢 它會呈現一個是 好 我們把那個廣義的 像Ig酸蛋白質都叫做A 好 有機物裡邊 它們通通都是帶物電的 包包像隔乾酸也是 然後無機物的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可能會有一些綠離子的構陷 可能會有一些 瘤酸跟瘤酸跟等等的構陷 好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變成其他的東西 假設細胞沒有刻意去 啊哈 做一個安排的話 那細胞裡面似乎再出電的物質會比較多 那離子呢 假設現在細胞刻意把它往外丟 就變成細胞外的那離子濃度 明顯 會比細胞內的那離子濃度還要來的高 可是假離子是往裡面丟 然後所以假離子的狀況剛好顛倒 假離子在細胞內的濃度是高於 細胞外 所以等到細胞把這些代電的物質重新分配 然後達成機能之後 我們發現你現在呢 就是類似那個三用電表有沒有 測那個電壓 然後類似像這樣的工具 然後往細胞內外這樣一測 我們發現 細胞內相對於細胞外來講 好 細胞外的電位 會比較高 細胞內的 電位會比較低 好 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會有這種細胞外的電位 比細胞內的電位高的現象 是因為 理由第一個 包外的電位 因為那離子的關係 所以細胞外的正電比較多 如果你在去看那個 腎臟那個地方 那離子跟假離子的濃度 還記得嗎 那時候提醒你 那離子的需求濃度 幾乎是假離子的20倍以上 所以當你在看說 那往外丟 假往內丟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有正這邊有正 所以低消之後 應該沒有差多少 可是因為那離子的量 對細胞來講 那個需求量 是遠遠高於假離子 所以你就算刻意把假離子 堆在細胞裡面 顯示上它的濃度 距離那離子還有很大的一段落差 所以使得細胞外的正電 正電荷基本上會非常多 再往裡面看 你就算把假離子丟出來 可是假離子丟進來之後呢 它會先去跟這些帶負電的 然後會有那個電荷的抵消的效應 所以接下來 那你這些蛋白素材基酸 你就跑不出去 所以就變成 細胞裡面的負電會有過剩的現象 所以相對來說的話 包內的狀況是負電荷 會比較高 所以正電荷基本上呢 有利於提高電位 那負電荷呢 又會當那個電位降低 所以當一個細胞在穩定的情況之下 你去測細胞的內外 基本上你就會發現 欸 這樣測電位降是正的 電荷過完 這樣就變得最負責 好 假設你正極負責 所以 電位高到電位低 這到底有什麼樣的情形呢? 我發現目前很有可能 所有的細胞 似乎都會去刻意維持 細胞內外的電位差 因為電位高到電位低 它那個高低之間 如果我用那個內四三用電表這樣的工具一測的話 應該可以測到一個電壓 電位差嘛 對不對? 所以 那如果在這個細胞 假設沒有特殊情況的話 你去測這個細胞的內外的電位差 這個數字 大致上是穩定的 所以 細胞內外呈現 有 膜電位 或膜電位差 這個現象 似乎是一個 普遍存在於細胞上面的 好 那 這樣的現象 到底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不一定 每個細胞的用法都一樣 可是就我們要談的神經元來說的話呢 它主要是善用這樣一個條件 想像一下 如果說現在呢 整個細胞膜上面 目前比較直接相關的工具 那通道 甲通道 那甲幫補 對不對? 如果現在呢 那甲幫補很辛苦的工作的話 它可以把那粒子往外堆積 然後把甲離子刻意堆到細胞裡面來 對不對? 這是一個違背濃度分布的狀態 因為甲離子細胞內濃度高於細胞外的時候 只要甲通道打開 甲離子就會流出去 不消耗能量 因為這個濃度對它的 流動方向有利的方向是相關 所以 如果管道打開 它是往外流的 那通道如果打開的話呢 那是外高內低 所以如果它的通道打開 那粒子是向內流動的 你看 好 那為什麼要刻意去做這樣一個動作呢? 只要那通道打開的話 正電就開始流入細胞了 所以或者甲通道打開 它跟甲離子就流出 所以這種電解質的流動現象 這個也是一種電 如果我們可以善用這樣的電解質的流動的過程 然後呢 來讓它變成是一個傳達訊息的技巧的話 OK 這個就是神經元要做的事情 你看 所以 要產生神經元傳導訊息這個動作 它的大前提是 你細胞需要去刻意安排 代電物質的分布狀態 你看 而這些代電物質的分布狀態 對於大部分的細胞來說 平常的時候 它的除名方法 其他的東西 這些 假設大致上是固定的話 那 講這兩個關鍵的分布狀態 有這樣的落差 細胞外是納離子濃度高 細胞內是甲離子濃度高 因為等下要講的是 它的直接產生變化的時候 以這兩個位置 鈣離子 我們到比較後面再來看 這樣 你好 好 所以現在假設我們真的用一個儀器來測 這個儀器長得像什麼呢 它看起來會有點複雜 再 再 282頁下面 一個儀器不是因為它有螢幕變得比較高 請看那個螢幕下面跟螢幕左邊那些東西 好 它是一個 你們用過30點秒 然後 就是兩根碳針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測那個電壓 然後呢 譬如說拿一顆電池來 然後 兩個接觸點 接觸電池的正負節 是不是可以量到這個電池的電壓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是要量細胞 OK 然後 如果假設這個細胞的直徑當作20個微米 所以那根針就要夠細 那個電極就要夠細 好 所以首先你要找一個非常非常細的 然後導電又很好的 這個很好的拆擠就是排擠 好 又不怕生鏽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很正確的戳進去 它那個針啊 不是 那個導線 到這麼細的時候 它能夠戳進細胞它會有點軟 好 所以通常我們會用一點那個 支撐性比較好 比較硬的那個材質 然後 所以那個方法上 還記得我以前給你們玩那個毛細 還記得那個毛細管嗎 玻璃管 然後 我以前給你們玩的那個毛細管的內徑 是0.08 可以看嗎 OK 這是20個微米 也就是說這個毛細管的內徑 應該是80個微米 其實已經很接近細胞大小了 那這是內徑 包括外面的話 基本上它就不止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拿著這根玻璃管去戳細胞 應該會把細胞給壓破 好 所以你這樣的格局規模就太大了 你看齁 然後有沒有聽過一個技術叫顯微注射 剛剛照片上的那個設備 基本上就是一套顯微注射的設備 但是你只要用它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什麼叫顯微注射呢 就是你用一個針頭 然後這個針頭呢 比細胞還要小 所以你今天假設這個地方是細胞核 然後我可以把一個注射針頭 然後戳進去 然後這個針頭可以小到 我可以把這個細胞核給抽起來 所以顯微注射 所以顯微注射在細胞血上面的運用是 我可以做移化解母 這裡有個A細胞 我把它細胞核抽出來 然後這邊有個B細胞 我把那個細胞核打進去 所以顯微注射 那因為它的 這個管子的直徑呢 夠小 然後再加上細胞膜 我還記得細胞膜是有流動性的嗎 所以當你把這個針搓下去的時候 搓下去那個地方的磷子或磨蛋白 它自動就會散開 所以細胞膜不會讓你破壞掉 磷子自動散開 所以你搓下去 在細胞裡面呢 去注射 或者是吸取 特定的這個保錫口罩 然後再把它湊起來 細胞膜就復原了 所以針要小到這種程度 所以它那個材質就是以前給你磨完的那個毛細管 然後接下來 有沒有看過人家做那個玻璃 就是那個手工藝品的那種玻璃 就是用一個高溫火焰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拿一個那個玻璃棒 然後前面燒軟之後 然後趕快去襯它軟的時候 去做一些造型對不對 那你現在想像一下 如果現在呢 把那個 假設這是那個毛細管玻璃材質 然後 用高溫火焰在這邊燒 然後兩頭呢 然後抓著 趁著那個高溫火焰 把這個地方中間燒軟的瞬間 然後把它往兩邊快速拉開 它那個管子呢 直徑會迅速地作響 然後管壁會變得非常薄 薄到呢 幾乎 這個直徑 會跟細胞核差不多大 甚至於可以更加 那細胞核大概多大呢 細胞核大概兩到四個片 所以接下來就可以拿這個當陣頭 拉開之後中間變得很細 它自己一折 拿其中一半 因為我以前有收集過一隻 它那個不小心弄掉了 它就可以當陣頭來用 然後做什麼呢 有一個裡面其實已經 國中就學過的東西 就是 假設呢 這邊有一頭白癢的體細胞 然後 這一頭白癢的體細胞 我們希望 讓它有機會發育成一隻白癢 健全的白癢 然後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可以找一頭 黑癢 取得它的軟細胞 然後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針 把這一頭黑癢貢獻的軟細胞 的細胞核抽掉 給抽進去吸起來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空的軟細胞 有細胞膜 有細胞絲 有細胞核 OK 然後接下來 再讓這兩個細胞 它負責貢獻細胞核 它負責貢獻細胞子 因為 軟的細胞子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就是 機動細胞分裂所需要的化學物質 我們目前對這塊 不是那麼清楚 但就知道 軟的細胞子當中 擁有 促進細胞分裂相關的化學物質 你看 所以我們需要取它 這些細胞子當中的資源 但是又需要這個 白癢的體細胞的遺傳物質 所以現在讓兩顆細胞去進行融合 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融合細胞 而這個融合細胞裡面 我現在呢 就可以有白癢的遺傳物質 你看 然後呢 再結合 軟細胞的細胞值 所以去刺激看看 這個細胞 會不會進行細胞分裂 你看 如果會進行細胞分裂 我就可能可以把它 培育成早期的胚胎 再把這個胚胎 再把它移植到 很多東西嗎 國中部有介紹過這個 那移植到一頭黑癢 這是A黑癢 這是B黑癢 B黑癢是帶領育膜 有沒有 然後後來 B黑癢就生出一隻白癢出來 有沒有 因為黑癢生不出白癢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有兩盪眼淚掉下來 然後現在生下一隻怪寶寶 就覺得這個對動物前來說 是一個很殘酷的 你們都沒有想過這問題嗎 對啊 有一天黑癢剩下一隻白癢 是不是覺得很傷心 我不知道有沒有酷 不是說 我都沒有覺得那個動物 也會有感情的問題 啊 啊 所以那個B黑癢是帶領運魔 後來它生下一隻白癢 因為黑癢生不出白癢 對不對 所以那隻鷹桿就是副食品 然後接下來 你把那個黑癢生下來的白癢 再回去跟那個原始的黑豪白癢 的遺傳做比較之後 你會發現兩個遺傳的 的相似度是百分之一百 對不對 或幾乎是百分之一百 因為那確定應該是副食品 所以顯微注射其實很常用在這個地方 這樣 這樣喔 如果針大一點的話 再針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抽取整個細胞 比如說呢 現在呢 有一堆的黑胎幹細胞 然後我們想要吸取其中一個幹細胞 所以你那個針 針用的那個尺寸大一點點 然後呢 可以把整顆細胞吸起來 假設這邊有四顆八顆的這個 胚胎幹細胞 對不對 有一個受精卵 然後呢 我們用人工培育的方式 然後先讓它長成早期的胚胎 然後它現在大概四個細胞 八個細胞 我們要想要拿一顆來做研究 所以你就可以拿這個針 然後吸取其中一顆起來 這樣可以想像嗎 更精準的 已經是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我現在呢 有一顆細胞 然後呢 我想要把它的這個地方的細胞膜 然後取下一小片 這個我可以直接把那個細胞膜 細一片起來 這樣 這個就是顯微注射技術 這套設備 這套設備已經古董了 現在已經有更進步的 你看那個螢幕也知道 那是古董過 你知道嗎 所以 現在你想要測量摩電位的話 就是做這樣的一個 先有一個顯微注射針頭 裡面呢 放著電極 然後一根電極放在裡面 另外一根電極呢 另外一根電極就放在外面 好 所以 接下來 就是類似三用電錶 它必須是一個非常精益的三用電錶 能夠測到多少呢 這個地方它測出來的電位差 只有毫幅的等級而已 只是這個問題 就是 不難說真的 電子材料可能都買得到這個等級的儀器 只是它現在必須要做成 就是配個顯微鏡 然後又要能夠顯示在那個螢幕上面 然後去做相機器 就類似這樣的東西 還在那個顯微注射針頭的那個設備 因為那個針那麼細 以我們手的那個粗 那個 那個笨拙的程度 一不小心就會把那個針給弄碎 弄破了 所以它必須要靠那個 那個 這個 簡單的機械手臂的方式 那身體去挫回來這樣子 就這個地方在複雜 好 所以測完之後 果然 測完之後果然 欸 細胞外的膜電位真的高於細胞內 那這個時候 電位差 因為絕對電位 絕對電位基本上對我們來講沒有意義 我們真正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 細胞外內的電位差 我們不是要某一個地方的絕對電位 絕對電位 絕對電位的問題問題 有沒有問題要是 我們要的只是電位差 就像我們一般在測那個 這個 電源 比如說草皮上面的電源 110 我們其實得到的只是一個電位差 那後來呢 神經細胞它們去測完之後發現呢 這個磨外磨內的電位差呢 是70毫伏左右 你神經病在做 肌肉細胞的話 這個磨電位差基本上就會更高 大概到90毫伏左右 OK好 所以我們先有一個 外相對於內那個電位的高低 的差值 那接下來他們想要去表達一件事情 細胞內的磨電位比較低 而它之所以會比較低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是因為細胞內的負電荷比較集中 而且這些電荷基本上呢 是屬於細胞不願意放出去的 因為這個算代表細胞很重要的資源 兩份 對不對 好所以當細胞內相對電位比較低 細胞內又因為負電荷比較集中 因為沒有讓負電荷流出去嘛 對不對 好所以 再加上電位差假設是70的情況之下 那既然是電位差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細胞外 因為絕對電位我可以用著 做一個強迫的定義 如果我現在設定 細胞內 細胞外 細胞外的絕對電位是0 那麼細胞內的絕對電位 要比細胞外還要低 對不對 然後又要是負的 所以它剛好就會是多少 如果我把細胞外的絕對電位的基準點 認為是0的話 但細胞內的電位是不是要比細胞還 細胞外還要低 所以它一定會是負的 對不對 然後所以這個負號剛好表達出 細胞內的負電比較多 OK 而這個70就可以凸顯出外道內它的差距 就是先算得出來 就是剛好是70 它可以凸顯出電位差是70 又可以凸顯出細胞內的負電比較多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從此之後 通常我們會講說 細胞內的膜電位是多少 你在講細胞內的膜電位是-70的時候 請你要留意 它是以假設 假設細胞外的電位是0 那麼相對於細胞內 它的電位比較低 所以低多少 低了70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所以如果你要表達的是 細胞膜電位是多少 那以神經細胞來講就是70 如果你要表達的是 細胞膜電位差是多少 那就是正的 就是70毫乎 所以用膜電位跟膜電位差 它有點在講兩個不同的事情 膜電位差是說 我外面的電位減掉裡面的電位 那個差值是70 你看好 而我是看到負7值 它其實是在凸顯出 細胞內假設在細胞外膜電位 絕對電位定義為0的時候 細胞內的電位會變成是負7值 因為這兩個的落差表現 其實好多 真的怪嗎 好 那因為這個會影響到我們之後的 數字的表示方式 好 所以你看這個282頁 假設我們用這套儀器 找來一條 那個神經夠大條的神經源的話 比如說烏賊 非常好用的材料 因為那個烏賊的神經真的夠大條 好 所以你要把烏賊的神經源呢 拿出來之後 接下來把那個電極 一個安插在裡面 一個安插在外面 一個安插在外面 一側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70毫幅的這個差值 這個就是測量磨電位的技巧了 這樣 所以 有了這個磨電位差之後 接下來 既然 既然 現在細胞外相對電荷比較高 細胞內電荷比較低 細胞內要偏向打於負電 所以一般我們在用圖形的方式 來表達出細胞外高內低的磨電位分布 就用這個方法 好 細胞磨外就化為正電 代表細胞外正電很多 細胞內寫著負電代表負電很多 對不對 所以外高內低外正內負 用這個方式 來表達出磨電位存在的現象 所以你現在從282頁往回看 有沒有看到 你知道看到這些圖 尤其是神經纖維上面 282頁的上面也有 都會在細胞磨上面呢 加上這些電荷的分布 這個就是在凸顯磨電位的存在 OK 然後所以回到279頁 的 我們79頁 括號1 所以磨電位的形成裡面 陽粒子的部分 是等一下我們將真正要講的 陰粒子的部分留意一下 哪一些會貢獻在細胞質當中 導致它磨電位相對比較低呢 蛋白質或氨基酸 或像磷酸根、瘤酸根等等 各種有機物、無機物當中 這些陰粒子基本上呢 是細胞內相對電位比較低 很重要的貢獻的融質 那至於細胞外為什麼相對來說 它會比較偏向 但正電比較多 是因為細胞外的 鈉離子濃度遠高於細胞內 而甲離子雖然是細胞內高於細胞外 但是問題是鈉離子的濃度 遠高於甲離子 然後所以下面這個地方 它有給你一個參考 你看這個表格下方左圖 左邊這個圖你看鈉離子 鈉離子在細胞外的濃度 可以高達150mg 對不對 然後細胞內只有15mg 是10倍 這個濃度的落差很懸殊 這個濃度的落差 假設鈉離子通道一打開的話 會導致鈉離子快速流入 因為這個濃度差距也會影響到擴散的數率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濃度T度 就是差距其實是很可觀的 然後甲離子你看呢 甲離子在細胞內的濃度呢 是140mg 然後在細胞外屬55mg 所以你看甲離子的濃度落差 是不是也很大 好所以 膜電位如果要產生變化的時候 或者膜電位要維持的時候 基本上三個關鍵的運輸蛋白 納瘋道 甲瘋道 還有納甲瘋 就是這三個為主 好所以假設一個沒有要做什麼特別事情的時候 那這個細胞呢 它會維持一個正常的外症內附 不壞到內地的狀態 好假設當細胞把這些帶電的物質安排妥當的時候 那以神經元來說 它的膜電位差就是差不多70毫度 或者你不想要講膜電位差 你想要講細胞內的膜電位是多少 那大概是-70毫度 好所以神經元當然也是這個樣子 可是神經元怎麼樣去善用這樣的電解質的分布 來進行尋號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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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去攔截 假設這邊有一個神經元然後它的軸突出來 然後取其中的一段出來看 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訊號當初怎麼進來怎麼出去 誰都不管 當神經元在傳達訊息的時候 它會沿著神經元的纖維表面 然後開始產生電解質的流動 但回過頭來說 假設這個神經元現在沒有在傳達訊息的時候 那麼這個神經纖維上面的膜電位 大概就會維持一個外症內部 而它的外症內部如果現在 它的變特的分布已達平衡的時候 這時它會有一個靜止膜電位 就是平衡時的膜電位 所以當神經元不工作的時候 它應該要維持這個狀態 那如果現在納通道甲通道關閉 納甲幫補很辛苦的工作 把納丟出去甲丟進來 當它工作到一個極限 你想 當那個濃度的落差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 會導致一個問題 你那個納離子化會很難丟出去 因為外面的濃度真的太高了 甲離子很難再丟進來 因為那個濃度落差太大了 所以其實納甲幫補的工作 也是有它的極限的 沒有辦法再無限制的這樣一直丟 丟進去或丟出來 好 所以當一個細胞的帶電固質的分布達平衡的時候 而細胞神經纖維的表面 出現這種外症內部的平衡狀態 我們就稱此時的狀態 稱為叫極化 那有一點像是 我現在把電池的電充好了 你看看喔 所以你看外症內部對不對 所以這顆電池充好之後呢 你去測它的電壓假設是1.5伏特 假設一般的那種乾電池的話 對不對 那應該知道測那個電池的電力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去測發現這顆電池它本來應該1.5伏特 所以現在只降到1.1伏特 是啦齁 是好 那所以 這個累積 累積那個磨電位差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靠納爾甲棒部 然後去讓那個電的呈現外症內部的狀態 OK 所以當這個狀態打平衡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磨電位叫做靜止磨電位 以神經氣泡來說 它那個時候的靜止磨電位應該要復氣息 你看看 這個狀態我們把它叫做極化 好 所以假設現在有一個訊號正在這個纖維上面傳遞 所以它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它會讓鈉離子先進來 你看 鈉通道會在神經元傳達訊息的時候呢 先打開 鈉通道打開會讓鈉離子進來 遮掉鈉的問題你就會看到正電進來 OK 然後鈉離子的濃度又很高 所以 當大量的正電開始進到細胞裡面之後呢 一開始細胞裡面很復電 而且你現在正電進到細胞值當中呢 一開始進來的那些正電就會低下掉那個復電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不只那個底箱 它會B進到電位是0 然後呢 才甚至於超過那個復電的量 所以 導致後來呢 整個細胞內的電位變成是正的 其他的地方 這邊暫時沒有受到影響 後面這邊暫時補號 所以假設訊息呢 按照這個神經元的方向來說 因為訊息 假設這就是運動的神經元訊號從左邊前往右邊都出去 然後所以在神經元神經纖維的某一個段落端中所發生的變化就是 它在神經纖維比較前面的部分 因為鈉通道的開啟導致鈉離子流入 當大量的鈉離子流入的時候 會讓細胞內的磨電位逐步的上升 從負等到接近0 然後甚至於變成是正的 整個電位的分布完全顛倒過來了 我們就把這個現象叫做去極化 所以那個去極化是一個磨電位 這個讓它失去平衡 我們原本想要維持的分布狀態是這個樣子 那它現在失去了該有的分布狀態 表示現在訊息正在存立 這樣OK嗎 好 所以等一下再解決其他的 其他主婦裡喔 好 好 好